好 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 这位小伙说了 如果选择他 他一定会给你带来安全感 来 掌声有请小伙出场 全程热烈 大家好 我叫董建桃 来自辽宁府顺厚湾站 我的爱情休闲岩顺 能琢磨爱言就 家用电器都能修 今年24岁 16位女嘉宾你们好 好 王哥 叶上你了 大家好 不行啊 建桃啊 你这整得太吓人了 你这等会儿哪个姑娘要给你灭灯 你直接上去拍人家呗 带着板砖来相亲 全国你也是独一人了 建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拍谁吧 你说 这个是一个小秘密 我拿他心里比较踏心 小秘密 关键时刻有一些情感评论员 说话不到位直接就嫖去 是不是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 不能啊 看一下场上 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拿百专选吗 咱 对对对 马克吓人的你说说 好 叫董建涛 来看一下董建涛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董建涛 24岁 到现在我 医生用那听诊器去听心脏 我就有这个启发 我就听这个发动机的心脏 从小我就耗研究 没事就拆一些冰箱的彩电电池楼啥呢 我不光拆我自己家呢 邻居家电器我也拆 那种半时不活的就往好来修 已经不行的就往报废来修 家里边的这些装修都是我自己做的 包括这个酒架 这些都是我自己安装上去的 这屋的这个地板 这都是我自己铺的 花架 这是木工干的活 花架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自己打的 还有这个钟 这都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些电子文件 自己组装出来的 还有介绍一下后面那个柜子 这都是我自己打出来的 这个是我在上学的时候给我奶奶做的 她是66岁大寿的时候 然后我以后要有女朋友了的话 我一定会给我女朋友做一个 写上她的名字 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吧 知了好 华欣子 我看到小伙的短片 感觉小伙不是我喜欢的样子 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就是尤其是不喜欢她会精修家电维修家电这一块 我喜欢的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喜欢你艳语还是瞎捅骨 你好像做报告的 花欣子啊 有这样的男朋友 他虽然做不了那么专业 家里这是坏了那块能捅骨能骨能修好 这不也挺好的事吗 你省得你坏了就找专业的人坏了就找 家里有人会总归是比人家你找人强啊 我会心疼我的男朋友不让他做危险的 尤其是触碰电器之类的 会漏电跑电的很危险的 所以人家会修也不是一个优点 反正是缺点了是吗 对我就是看到他会修这一块 不是喜欢的 不是只要过日子你们家里灯泡坏了那咋办呢 灯泡坏了我打一个电话找物业修物业费特别贵 一年两千多 你换个灯泡里头找物业 对 那你有一个男朋友能修多好啊 这不是好事吗 好事我留着不用 他说点太扎心了 我这都是优点 他都给当成缺点 是 你想说点啥 我就想谢谢他就是为我留灯 就是祝他冬天脑下 大钱两块 谢谢 来10号韩姐 我喜欢这种因为我是服顺的 他也是服顺的 我的店吧就是需要一个电工 木匠所有的一切 因为我自己吧都是从来都是我自己 什么电工啊木工啊 所有的就是男孩干的活我基本全干 你喜欢这种强势的女人 和就比你力气还大的女人吗 比我力气还大的 应该是没有了吧 反正有一个观点吧 姑娘们记住啊 这既然有男朋友了 男人呢千万不能留家里养着 你要让他没事干 你要不用 早晚有人替你惦记着用 听没听见这俩姑娘两种观点 听没听见 听见了 他俩是一点都不一样的 一点不一样啊 这女孩 一个是欣赏你一个是不欣赏你 对对对啊